哇 不得了 不得了 哎呦 我的 這個很厲害 自己 我的天啊 我媽呀 哇 水怎麼走 這個叫什麼啊 這個叫皮膀是不是 皮膀 皮膀有這麼大一隻喔 對啊 有啊 割體啦 割體幾塊 來 請 開動 開動 請大家開動 好 請吃飯 請 謝謝 豐盛 豐盛 你看這個菜色 這邊所有的菜色啊 都是客家最厲害的耶 哇 這個很厲害 這個最厲害的 客家小草 這個不客氣 然後呢 桂竹筍 然後這個 鹽雞 這個是它的蔬醬 這個是菜 菇菜湯 蔬菜湯 最傳統的 客家小草 對 然後這個客家的豐肉 哇 好吃喔 這個菜色喔 真的是我非常的喜歡 非常喜歡的菜色 大家聽不懂得喜歡嗎 我知道 你胃不舒服 這個多吃這個油一點 這油一點 油一點 油一點 對 胃好 對 真的 這個油亮 對 不錯啦 對 不錯啦 林長 那像 客家人啊 他吃飯還是 他有沒有什麼 習俗是跟我們 像電話來的時候 要接一下 可以接嗎 是可以接的嗎 可以啦 林長接電話 你還不習慣嗎 趕快接 過音 過夜一樣 我們第一次在這邊 我們要聽 沒有 我是也沒 沒說好接他的電話 沒說接電話 直接把它掛掉就好了 對 所以 客家人的話是吃飯打電話來 是不能接的 是啊 沒有接的 可以啦 都可以啦 他就是說 客家人有一個 比較 吃飯的時候 男孩子 先吃 先吃 還有啊 對 很不好意思啊 那女生呢 女生就是 拿著吃完換吃 再吃啊 現在還有嗎 現在是比較沒有 可是 有些傳統的家庭還是會這樣子 會這樣子清新的 張大哥那你啊 從 你說你這是第一屆 在山水里那邊當里長 對 以前已經服務15年 在整個林裡了嘛 對 那這15年的那個 你還沒有當村長 跟你已經當了村長之後 感覺哪裡有不一樣 那時候的時候我們是當 林長 義工啊 林長還有 社區也是當 當理事 那 我的人就感覺說 只要 有用心 幫忙什麼 我就感覺了 很舒服 自己的心裡面啦 有熱誠幫人家服務得到 就很開心 今天就很開心這樣 對 是這樣子 村長吃一下 不能吃完不能走 所以我跟你講 吃吃吃 小長趕快吃 你要多吃一點啦 我們是人家 沒有吃完 趕快吃 我玩怎麼吃 來啦 我自己 我玩怎麼拍摸一下呢 我再吃一點 他想喝湯啦 好 謝謝 謝謝啦 謝謝 明天我們繼續努力 是